第一個幫我先新增一個新的專案 名稱也許叫H01 H01進來之後的話呢 放總共幾個東西 包含就是上面這邊是標籤 所以請你拖拉這邊有標籤 所以第一個是這個標籤 然後這個其實看你要不要改 請輸入年齡 這個請輸入年齡部分的話 那裡面的話字的大小 如果你覺得太小 沒關係你可以改一下20好了 字放大一下 顏色的話看要不要改 也可以改啦 顏色預設是黑的 但你覺得黑的不好看 你可以改個藍的也可以啦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改 它的對齊方式寬跟高 那這個都沒有問題 你可以自己去做一個調整 再來的話底下就放一個文字方塊 文字方塊的話就是從這邊 把它文字輸入盒 拖拉過來這邊就有一個 那裡面的話大概改哪些東西 其實主要就是說 字大小看要不要調整 我好像把它調成 14如果太小 你可以再自己再調一下 那另外當然你可以說 假設目前是上下的關係 上面是一個標籤 下面是一個文字輸入盒 那如果假設你要變成左右的話 還記得吧 你可以用介面配置 介面配置可以把它 這個水平配置你可以拉到這邊來 然後把這個把它放到這邊 這個的話甚至可以把它擺在它右邊 如果你要把它再放進去 拖拉進來 左邊右邊就各一個 請輸入年齡 那就不會是上下的關係了 特別注意喔 它一定是這個啦 水平配置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 讓它能夠不要是上下的關係 標籤跟年齡 而是左右的關係 那你記得一定要多加一個水平配置 OK 不然的話 沒有水平配置喔 假如說像我剛剛這樣 我把它CtrlZ 應該這邊也可以直接CtrlZ 不行 它沒有辦法復原 CtrlZ 它沒有辦法CtrlZ 好那沒關係 我把它拉回去好了 假設我要把它恢復的話 這邊你可以把它點擊 放下來 點擊這個 放下來 那你會發現如果沒有水平 這個可以把它刪除 假設沒有水平配置喔 你說真的 這個你要把它拉到它的右邊 不行喔 因為它只能上下 要不就在請輸入年齡的下面 要不就是請輸入年齡的上面 它沒有辦法在它的右邊喔 所以如果要它的右邊的話 那特別注意 你一定要先新增一個水平配置 其中的話還有垂直 所以我們水平配置一個 然後再把輸入年齡放這邊 然後這個文字輸入盒放在它的右邊 這時候應該就可以放了 不過放的時候可能要小心 把它放在這放開 它就會把這兩個 放在它的水平配置的底下 這一層 那它可以縮折了 那底下的話再加一個按鈕 按鈕的話呢 就是使用者介面裡面按鈕 那名稱也不改啦 那字大小 如果假設你覺得太小 沒關係 你可以再把它改20好了 字放大 這個我想自己再調整 那背景顏色啦 或者是說字的顏色喔 這個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調一下 比如說你想要讓它變紅色 換個顏色好了 有沒有確定 那再來就是它的按鈕 這好像太小了 或者說你希望它讓它變成在 本來是在 左邊對不對 你希望讓它靠 放在右邊的話 那這個的話 你可以讓它去調整它的位置的話 那可能就是你還是一樣 要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版面配置 如果你要讓它換個位置 那記得一定要用一個所謂的配置 否則你沒辦法做那個配置的方式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底下的話就是結果 結果顯示出來 輸入一個年紀 然後結果的話 字太小 把它放大一下 好像通通放大一下 這樣看起來比較舒服 然後底下的話這邊一樣有一個結果 這個是一個標籤 那這個標籤的話呢 就是將來要顯示輸入年齡 到底是成年還是未成年 那我們先做一個比較簡單的好了 也許讓它可以輸入之後 跳出成年跟未成年的判斷 所以這個寫完之後 這個底下這個是結果 這個應該不改 這個看有沒有改 如果你要改個顏色 讓它變比較黑的 那底下這一個的話 下面再加一個也是標籤 那這個標籤的話呢 我希望它的背景是黃的 然後它的字是紅的 那字的大小也許讓它放大一點 可能20啦 如果20不夠的話26了 可以讓它放大一點就好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等於是介面部分OK了 那我們就完成這個H01的介面設置 但目前如果你把它Run 你會發現按確定它沒有反應 為什麼 因為它目前你程式還沒寫 所以接下來的話 這個介面做完之後 OK 再來就切到這個程式設計 那這個程式設計 你要思考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 當我按一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它可以做什麼呢 做一個邏輯判斷 那這個邏輯判斷 那這個邏輯判斷 就上個禮拜講的那個 就是那個邏輯 那那個邏輯 基本上就是 什麼 取得這裡面 使用者輸入的數字 然後這個數字的話 如果假設是 小於等於18的話 那它就是未成年 所以把這個裡面的 這個設定什麼 設定這個 這個標籤裡面 這個叫這個標籤裡面的 結果有沒有 把它顯示出未成年 反思的話呢 就是成年 那這個程式該如何寫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前面 假設你有寫過類似的 其實我想你應該有概念 那只是說你要怎麼寫 我這邊寫好的結果大概長這樣 當按下按鈕 所以按鈕的話是這邊 當按下按鈕的時候 當按鈕被點選 所以拖拉過來有沒有 然後呢 再寫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的話就是說 如果 如果 True 跟 False 如果是成年的話 所以 True 跟 False 應該是一個 把這個拖拉過來之後 然後呢 如果 什麼資料 是 小 我們知道 小於18的話 就是未成年 當然你這邊可以改 你可以改成 如果是假設大於等於18的話 那這邊就是成年 這邊就未 就顛倒而已 所以我假設 我的判斷是 如果 年紀 哪裡的年紀 這邊的年紀 就是這邊輸入 所以 我如果要取得 這邊的 資料的話 那你就要找到這邊 取得它裡面的值 取得它裡面的值的話 那就是從這邊裡面 取得它裡面的年齡的什麼 年齡 裡面的那個文字才對 所以取得裡面的文字 所以 這邊有沒有一個文字 取得它裡面的文字 在這裡 把它裡面的文字拿到了 然後 最後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的話 這邊有個 左邊 右邊的邏輯判斷 所以 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在外面 再包一個 這個邏輯的 左邊 右邊的判斷 如果 它的 條件 這個應該是 那它做一個 左邊 右邊的一個判斷 所以 我們可以用什麼 左邊 右邊 應該是這個邏輯判斷 這個 有沒有 邏輯 所以拿這個 然後放在這邊之後 如果它的 資料 假如是什麼 假如 小於 這邊就等於 那這個是 只能針對 那個 邏輯判斷 OK 那請各位先想想看好了 先把那個 畫面設定好 那試試看 程式能不能把它寫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